他沒崩 我就會贏 他的下線就會突然變得非常高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也是PSGA需要考慮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BP NAT的話是先按下了瑞兒 賈克斯跟威爾哥 那PSG這裡一樣很給尊重啦 這個紅Q三粉柱 小砲 阿奇喔這個妮可 但這樣相對來之後你就會開了勒布朗出來 不過要特別的提的是 紅Q他勒布朗的我們都知道他玩得非常好 而且勝率很高 但是勒布朗從PZ有季後賽道 目前為止他是有吞下一敗 這一敗就是在面對PSGA的系列賽的第一把 而且我記得他那一天好像有出破船戰斧一樣 對 他很早就是三劍套 但是他們中間團戰不小心爆了一波 然後就掉霸龍 就被煩了 那當然這個NAT 今天有沒有辦法靠著一樣中路的優異表現拿下第一場比賽 而後續的話PSGA現在拿出的是上野的組合 我覺得這也是PSGA在這幾次的BP看下來非常著重的點 就是他的上野一定要贏 但其實我覺得卡桑蒂這一選不太好 因為我稍微就是比較認真去回看一下他們上次的交手 就是感覺得出來NAT最希望的劇本就是讓立凱這裡去拿卡桑蒂 因為你這樣相對來說你韋哲在後手選的時候比較能夠 而盡量去發揮康樂選的優勢 就是達到線上至少不要出現意外的這種情況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知道韋哲的狀況稍微有點起伏不定 尤其在面對立凱的時候在上次他們交手 就我自己覺得上路的對線稍微有點小爆掉 小烈小烈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卡桑蒂的交往很明顯 比較算是NAT一直要做給PSGA這邊 那PSGA也是順勢的就拿下了這兩場 而且補上的三選是亞利斯塔 比較早亮出這個輔助牛是比較稍微有點意外 對 因為對面其實有拿波比的 所以這我也覺得稍微有點意外 而且我覺得這兩隊比較適合的方式 都是把他們的下路位到二輪再出 因為兩邊的下路其實都比較偏向是 比如說Doggy這裡就是他什麼AD都可以玩 所以他可以二輪再出 而且他們二輪會有三娜這隻Band 理論上是蠻有機會去製造Band的選擇 那PHGA這裡的下路奇奇這裡是有 尼拉以及達倫的兩隻Main角 所以他在二輪也有機會讓對方的Band位比較難做 對 反而是因為你三選沒選中路 有關係變成是你又被按了兩隻中路 那現在看起來問題就來到PSGA這裡 你的中路要拿什麼去對 理論上乃文這樣應該應該就剩 剩亞利啦 但亞利打RB就是有點難受 所以當然除非他沒有練卡當地中路 那也有可能會變成是 有可能再用錯誤的方式 然後上路讓立凱再出一個後手鬥士康克 因為很明顯是打籃寶嘛 那你如果想要發揮Zune的優勢 那你就必須要上演能夠選一個搭配性的組合 去針對到籃寶這個點 是 那當然的話看一下 NAT在最後一選是想要往這個輔助位去選 對 不過他們的BP在二輪啦 就二輪Band跟上個系列賽差別比較大 所以他們這一次的話都是沒有刻意去針對 AD位的選擇 所以比較像是AD位都想要交換 就是互相可以拿到一個可以接受的英雄 那PSGA這裡就是把凱撒流氓擊放得非常高 這個在前面系列賽以及其他比賽都有看出來 就是只要有凱撒他們都是願意先 對 都是願意去先搶的 那當然因為PSGA拿到凱撒 而另一邊NAT我覺得這也是他們想要的 因為狗姬在昨天的比賽中也是用傑莉拿到五殺 所以這個交換對於來說 差點三次五殺 對 那這個交換對於他們來說肯定是可以接受的 那反而是說目前看起來PSGA在最後一選 一樣是選到了中路 感覺就沒有這麼的好 選塔利亞喔 塔利亞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限制到勒布朗的發揮 但其實在對線的階段我其實覺得不太好受 因為你的那個 如果你為了推線你的地板是一定要交的 那會出現的狀況就是 而勒布朗會等你地板放完之後再找其他角度去跟你換 等於是你想要推線可以 但是你必要拿你的狀態去換 所以在狀態變差的情況下 他即便想要起到游走的效果我覺得也不太容易 而且更何況以這一把他們的PSGA這邊的陣容來說 很明顯是要圍繞著奇奇打的 所以就變成是他們能不能夠 把下路的對線撐住 然後再用中上的方式去把雪球滾到下半去 我覺得會是他們比較難應對到的地方 因為他們這一把其實我覺得對線都不太算好受 因為我記得文友出過一把塔利亞 是好像也是我跟RT一起播的 那個時候好像是打NTA吧 但他的那一場塔利亞 他是藍方式無選的時候 讓中路完之後被紅色方的無選用ROWE去Counter 那那種就比較算是沒辦法 但以這一把來說他至少是確定了 只憑樂不打一個人對他的威脅是有限的 就是他至少還能夠起到推線的效果 只是說跟打野的搭配上 就會變成是PSGA這裡的劇本會比較偏向是 我要打慢一點 然後我要把雪球以及我要發力的時間點 盡量都控制在下半去 那相對於NAT這台來說 他能夠進攻的選擇就比較多 他要去硬碰下路我覺得也有機會 但理論上他希望的劇本應該會是我上中兩條線都能壓 然後讓下路的DOGIE這裡選一個捷利 然後就是自行發育 然後中後期自己玩那就沒什麼問題 那很快也是來到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藍方NAT對上是紅方PSGA 那兩邊的話目前一樣是採取一個散點的站位 看一下ALEX有沒有打算要進野區 稍微鬧一下 這裡應該 以陣容來說兩邊的前期應該都比較算是會以發育為主 就真的要討論可能就是 會不會有一邊會選擇先去針對上班去做GANK 或去做掩護 因為韋哲這裡的話他畢竟拿到藍寶 你會希望他線上發揮他線上的壓制力 對反而是因為PSGA在三選選的牛的關係 變成他們的下路線沒有辦法跟前機場一樣打得這麼的 比較激進一點 變成是可能會比較被動 那這樣理論上這個豬女可能就會比較常去往上路進攻 這把豬女其實 說真的他要進攻也不太有進攻 可能會比較做的事情就是進去野區完之後跟BOBY互看 就是你不做事我也不做事 然後我們就以對線法語為主 那這樣的話看一下兩邊打野的刷野路線 都一樣是下半步開喔 看有沒有機會再早期去尋求一個機會 而下路的話目前看起來 兩邊都還是 就是就一等的牛嘛 眾所皆知就真的沒什麼辦法 對就兩邊的打野都是自己單開的喔 那看得出來應該比較高的局 就兩邊的對線都會以 就應該說比較純粹在比拼你對線的情況 是 看一下下路有一個搶二的機會喔 就還有 看要吃兩隻後排的蘋果是吃 一個前排加後排 因為我記得昨天也有就是 一樣是捷利打凱撒 但捷利一搶到二的時間點 抓到另一波的機會之後其實你 對方的下路就會很難受 最主要是捷利兩等完之後他很好的去貼臉打爆發 而且你的技能是可以對過小兵的 就是你搭配一技能的話 所以你可以立刻搶二那一拍換到比較多的狀態 我記得昨天也是有一個納蒂伍斯 好像直接在塔下勾到我們的Doki 那這邊這一場我們就直接先選下來 不用擔心會被勾了 對但我覺得這一把也是因為沒有瑞空的關係 因為稍微看一下他們前面的BP 就是有稍微做一下統計 就兩邊的服務基本上最高的優先度 都是牛跟瑞空兩隻英雄 所以PHA這裡是三旋強人完之後 在四五邊的地方是有把瑞空給按掉的 但目前遊戲時間才來到三分鐘 可以看到的是三路的推進 對於NAT來講 在線路上面都有取得不錯的優勢 那也嚇了一個比較深的眼睛 是有嚇到三郎那邊去 不過其實以他們這個陣容來說 三線推你能夠起到的效果我覺得 不太明顯 就這個對線理論上是本來就會有 對對就是你本來就偏向是對線有的陣容 所以最主要就是看你壓完之後 你這個線權能夠轉化成野區的多少東西 就比如是你波比能夠提早進去放眼 或者是你能夠穩的空下雙和蟹之類的 就來影響你線上的情況 是 目前的話AX也是來到了上路的河道 對方也是有察覺到的 兩邊稍微看了一下之後是 豬女選擇拉開 再回頭去開始刷 但目前其實野怪也都沒了 所以豬女也只能往下走 反而是下路的位置的話 目前兩邊都來到了三等 而NAT還是有推線權 都打得很穩 只有剛剛可以看到其實 波比下半區開 所以傑義他們是有可以的去做一個緩推線 那 緩推線的推進 那再來就是有可以再把線給放 因為知道波比在上半區 上路的話打的是稍微比較激烈一點 而前期的藍寶在換錢上面明顯還是優於不少 看一下自己開 那不對先看一下下路的話是稍微勾了一下 那其實兩邊真的要打起來 感覺只要沒有打野靠應該都是 不太可能會有擊殺發生 純二打二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失誤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機會的喔 那上路的話 AX開始找機會了 這個線進去的話 有打算要塔殺嗎 但眼睛其實是有看到的喔 那這裡要硬殺嗎 但這裡可能就要看一下立凱怎麼操作了喔 那這邊看起來是準備要塔殺 但這邊是有Q3的 我推兩個 但Q3沒按 沒按到的話閃線開出來是沒問題可以開到 但很可惜的是另一邊 交出了閃線再加上傷害 是先拿下第一個手殺 這就有點沒有什麼辦法了 最主要是藍寶的傷害偏高啦 然後再加上前面其實可以看到韋哲在對線的時候 是有刻意的一直去換這個卡通地的狀態 然後又剛好前面有掌握到對方的資訊是 豬女的帥領先 往下走 對對對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是你上半區 誒 帶兩邊中路 中路單殺啦 誒 又同Q 又是你嗎 再一次完成的SoloQ 而且是在還沒有回補的情況下 反而是打出了對位的單殺 哇 那這個中路的局面就有點慘了 因為本來前面就一直有提到 這個對局來說 塔利亞要推線可以 但是你的狀態一定會變差 所以就變成是你在狀態變差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去小心就是 呃 對方O-In或者是對方打野的Gang 很可惜這裡好像是對線上 被直接被找到一波激活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 他知道他的隊友 應該說文知道他的隊友在吃小龍 所以可能想要 有點想刻意 先把線推掉去幫忙一下 但沒想到是反而露出了破綻 先看一下中路這一波 所以其實第一個瞬即打掉了 然後叫強化過了Q 卡6嗎 看 沒有他是扛著小兵在跟他對換 但這個翻交掉以後 算了 技能全空 這好像就沒有什麼辦法了 你技能都交掉了 什麼都沒中 那紅Q的話其實是 扛著蠻多的小兵喔 但仍然完成了單殺 這也是塔利亞打到 有一些位角色其實不太要處理的地方 就是你技能不能先守 但是如果等到對方先出手 你再放技能 其實以觸發的時間來說 你只有可能來不及了 也慢了 但目前看起來的話 中路拿到一顆人頭的領先 紅Q有沒有機會 再把這個優勢繼續擴大 而另一邊以色拉斯 跟著自己的打野 要3月1 想要往10里打 但徐蘭文 勾了下來 這個大絕是沒有辦法通 走回的塔下 在塔下再一次 遭到了擊殺 這完全是一個完美的 控制銜接的配合 然後同時先上路 新的話是想要在河道 找尋一些機會 不過另一邊AX也很快的 感到一座支援 這波中路的夾殺 真的是配合得很好 塔利亞真的唯一 有機會走的方式 就是大絕走 但很可惜這個 以色拉 這個也不算算預判 就是直接抓準了 就是你大絕的那一派的時間 這個時機 而且剛好銜接到波比的定強 那張已經020的紋 再掉了兩層塔皮 現在中路感覺已經有 有點危險了 這個對線的gap 有點被打出來了 而且又是勒布朗最喜歡的 我覺得等一下回家應該是有電刀了 可以看到在中路的位置 已經領先了一千塊 有已經有電刀了 那接著等一下就是 一直無腦推線 這裡 Loggy也是開起來鬼步跟大絕 想要直接兌換 而上路 應該說下路的牛 是頂著上去 想要控制一下對方 但對方直接交了一個閃線以後 兩邊的話應該是拼不起來 但齊齊還是選擇殺手本能 直接過去有沒有機會換掉 踩下被動空 還差一點 打出了電章沒問題 再加一個閃線 能夠成功換掉的同時 塔利亞也來到了下路做支援 所以這一波看起來是 就打出一個擊殺之後 把這波線推掉 那下路是拿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本來其實NAT這裡的下路 是掌握住 傑莉先上6的這個時間點 想要做一波換血 但可能前面就是 PHA的下路經驗分配 其實ok 所以牛同時間也是有上6 所以他只要上去 抵耐掉傑莉的輸出空間 他其實以輸出面來說 傑莉即便是上6 也電不到太多的東西 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 AD跟輔助6等 就兩邊輔助都去卡對方的AD 那你傑莉被卡住的情況下 你輸出即便疊起來 但你這個時間點來說 還沒有裝備 你電的沒有那麼痛 所以就變成是你的輸出 很多變成是無教輸出的情況 那 等到下一波的小兵 也不是下一波 就是等到小兵清完 就是等到小兵清完 集六等完之後 馬上就會變成是他們 右邊放大的機會 看一下中路紅Q 來到野區 想要跟上路做一個擊殺 新的話是交出了自己的位移 但很可惜兩個閃現 是不讓你流走 而且同時間 波比 也是遭到了三人的圍剿 也跟著兩人的圍剿 但這個 這裡藍寶先收掉 可以讓波比閃現定牆 後續話這個定牆其實效果沒有到太好 不過因為隊友已經感覺做支援了 自己開始還活著 那紅Q感覺是必須要做撤退了 那這個WQCOMBO 再次接到 後續的話還有CC可以跟上嗎 又是一次卡傷地 直接往前進入 但很可惜 還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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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詐欺師是你 感覺快反殺了 很痛很痛 都很痛 但差一點點 因為小兵太多了 而後續的話看一下Alex 有沒有機會做逃脫 新的話是已經從溫泉復活又走出來了 這邊遣到衝擊敲牙去 盪盪盪盪盪盪 拿下擊殺之後 Alex感覺是走不掉了 人頭 交到的是乃文的身上 看起來前面是想抓這個 浴室者的時間 但是好像最後好像還是波比這邊拿到的樣子 波比先吃 然後新這裡想下來搶 然後就變成是他一個人下來的情況下 反而呈現被標夾的情況 而且因為中上都是由NAT這邊可以主動推線的 我覺得最主要也是這時間的作戰能力 勒布朗跟藍寶這時間打架我覺得有點太強了 那即便這裡新是已經有觸發列地 然後也想辦法拖比較多的時間 但就沒有什麼辦法了 那兩個散線 後續的話 卡桑蒂 是打配隊友想要來做一個反擊 但Alex其實也就在後面 雖然這裡還是有交換到藍寶的人頭 但我覺得這裡也是 以這樣的交換來說 拿到浴室者後續還有人頭的交換 我覺得其實以NAT這邊想要的劇本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賺 是 因為理論上本來物件團應該要是PHA主動去做規劃的 有塔莉亞有豬女娜 下半區輔助 應該說下路線贏了一波 那輔助有辦法先游走的情況 他們應該才有機會規劃對於上半區的碰撞 反正中路的話 鏡頭一回來 浴室者撞出去塔身一滴 但這個應該等一下勒布朗 上去配合一下那個 電刀的沖繩傷害就可以把他給點掉 那感覺好像也不急喔 因為以紅QR的優勢來說 他們是可以 再慢慢的做消耗 這邊點下去還沒有掉 但沒有什麼問題 中塔先拿 而且手塔的錢也是有拿在勒布朗身上的 那其實這個遊戲時間很早 11分鐘中塔就掉了 那PSGA 那時候要來開這一波小龍 這個龍看起來想打 但都給的話這個滑好 都會滑了失誤了 反正是被對手的打野給黏到 這邊叫了一個閃線之後 是後續被卡商帝的這個大絕 直接帶走的同時 另一邊的話也是拿到一個卡商帝人頭的交換 目前還是一個4打4 藍寶被抬到 後續的話這個又是一個攻 但出勾的同時藍寶已經在前面遭到的擊殺 那看起來這個納蒂魯斯也是走不掉了 這波反而是PSGA打出了一波反擊 感覺本來AT是想要讓Dogi去做一個夾擊嗎 但他那個滑好像有點fail 對 但他們好像沒有確認好 就是對方人員分配的位置 反而是直接正面吃到那個 對 因為PGA這裡其實是分了兩側 就是下路是卡在藍 應該說斧野這裡是卡在藍buff的口 然後卡上第十兩TP 所以他們是有辦法把這個口給踩進來 變成是Dogi一個人跳進來 在要包夾的情況下 反而成為第一個被擊火的命令 是 而卡上第 應該說卡上第還靠著他做了一波衛移 而且 畫面另外一邊 重物又被單紮啦 那這波團戰打完以後變成是說 PSGA拿下這條小龍 同時也把整個人頭的差距給拉回來 對 那這樣其實在前面的遇者交換上 即便限於地也是也算賺了 因為以PSGA這邊的陣容來說 他們會更希望遊戲的節奏往後繼續拖 因為你到中後期的話塔利亞裝備起來 勒布朗因為會出的是AD裝備 他其實是不太好秒人的 所以就變成是你比較有機會 進到你想要的團戰畫面 那目前的話 PSGA靠著剛剛那波打完之後 雖然說還落後了三千塊 不過 AD的裝備是已經拉起來了 然後中路的話 也靠著幾波的人頭擊殺 也是有拿回自己的裝備 這是小龍吃完的下一波 紅Q直接給TB的繞後 他知道他這個時間點一定打得贏 對 因為這個時間點好像 奈魂好像連神話裝都還沒出 這邊換一個鏈子練到 輕鬆的拿下一個Shotdown 我覺得這也是塔利亞這角色的 比較明顯的問題 他如果沒有隊伍 應該說沒有隊友配合的時候 這角色就顯得有點 有點難用 他很容易被一些刺客 或者是有貼臉傷害的角色 直接給單切掉 那反而是 目前NAT 雖然說有著三千塊的優勢 也拿到了這個中塔 但其實物件方面 小龍數都是全部落在PSG的手上 這樣的劇本就是 其實我覺得劇本應該都算 兩邊都想要 因為NAT理論上 你三線都能推的情況下 你一定會想要 預示者去做這種 轉線的機會 所以你三線推 然後快速的去做轉線 那 PSGA這裡就會覺得說 欸我的陣容其實 是可以接受拖到 比較中後期的時間點 所以我需要先度過 你對線級比較強勢的這種情況 所以一定會想要 以 下半區 比較有機會 碰撞的這個位置 然後想辦法來 控下半區的物件 所以先控掉 兩條的小龍 對於他們的陣容來說 是比較需要 尤其是他們其實在下路 也有自己拿下了一個線殺 所以在整體來說 下路線是贏了不少 那反而是 現在看起來問題就是中路了 所以我這個文的話 目前 呃裝備雖然沒有落後 但他在邊線是完全打不贏這個樂不饒 對他等一下 邊線的情況下 就會比較吃虧一些 這也是BP的時候 就有談到 你可能面臨到的問題 所以PSGA可能 要盡量配合每一次物件的時間 去主動做一些B團 那看一下PSGA 應該說兩邊目前都是先來到了 中路 那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要對這個浴室者稍微動一下 但NAT的話也是先把視野給排空 以後由LX自己單吃 對 NAT這裡可能只能先開浴室者 然後要看一下對方怎麼去做防守 來選擇做開戰 或者說退讓 目前看起來PSGA還是可以在中路先做推線 不過另一邊的話下路卡桑蒂也是獨自在升級 反而施樂不饒是 想要跟著隊友來到中路做會合 然後就要看有沒有機會開戰 但最後那個勾是稍微勾了 比較歪一點 有點可惜 感覺這個窄口 說不定 韋哲者也可以直接選擇下大打一波狀態 然後再來開這個浴室者 把對方狀態先打殘 然後接著換紅Q過來做poke 然後相對來說打團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剛剛看得出來紅Q的傷害 只是踏步上去 輕鬆就已經點到半條點 博明先把康蒂給敲走 塔莉亞開大 看一下正面的位置 TMS也開了大絕 支持了蠻多的傷害 抵在前面 但後續的速度是沒有辦法跟上的 反而是自己先賣掉了 沒有什麼辦法 這也是土龍地形的情況 但預示者回頭 應該還是可以穩穩的吃笑 這個小龍的地形 所以連帶影響了他們這波團戰的戰位上的選擇 對 剛剛有提到在這個窄口 本來藍寶的大絕效果就會非常好 那個大絕灑下去後面的人是完全沒有辦法輸出 所以算灑的不算太好 但最主要是要封路 因為你封完這個路完之後 對方的後排是沒有往前去做跟進 然後同天紅Q已經過來正面的戰彈 他有辦法在側邊利用 他出完三項電刀去做poke的優勢 來讓對方沒有辦法再做後續的進場 是 目前看起來紅Q已經準備要載制整個戰場了 來到上路的位置 再繼續施加壓力 現在他是全場經濟最多的喔 八千塊阿 領先第二名足足兩千多喔 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經濟差距都是在他身上 而他也確實有打出自己的載制力 就是不管是在邊線的單挑 或者是說跟他團戰先做poke 也都給對面很大的壓力 那這裡第二個預示者應該是有辦法直接去撞二塔 那這樣的話 NAT這裡可以選擇去做交換喔 就小龍再給沒關係 我就想辦法讓勒布朗在邊推位上再給更多的壓力喔 那感覺這一把有沒有機會再一次破船戰斧套出來 以這一把劇本來說應該是要破船 破船 欸但卡桑D是有黏到這個WQ combo 是先被紅Q的二段位移給拉開了喔 那上路的二塔 我們這一次玩得非常的激進喔 然後最後還是有讓小平把這個二塔給點掉 那這樣的預示者 應該說預示者進攻配合小龍的交換就還是賺的喔 當然好消息是PSGA有拿掉第三條龍 大家看一下吸引的話大絕CD是還沒有好的喔 所以沒辦法繼續做後續的留人 那這邊就是點到為止阿 就是配合預示者進攻的時間點已經打完了 那等一下就是NAT這裡就是繼續帶線 繼續去走他們這種想要分推的陣容 那PSGA等一下要考慮就是 要不要直接利用巴龍去做比團 因為以現在的時間來看是蠻早的 17分鐘而已就已經到了聽白龍的時間 那另一邊的話 NAT他們的優勢在於他們領先了6000塊 他們是可以用著這個經濟換成裝備去打第四條龍 對阿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畫面很熟悉 第一把的勒布朗然後也是贏了很多 然後你說一個團戰 然後在巴龍前一個團戰然後就不見了 我感覺這畫面有點熟悉喔 但這一場的話就要看一下有沒有進取上一次的教訓 而下落花卡桑蒂 在目前還勉強可以跟這個紅Q稍微對一下 但也就只能看 對但他其實也不太能幹嘛 除非他呃有了呃配合隊友來抓他 那他有機會利用大絕這個定身的效果 我朋友今天配合可能豬女啊或者是 塔利亞或者是牛的一些控制銜接 然後凱撒飛過來是有機會去做這種抓邊的進攻的 是 在裝備上面是 第二件想要先出 鬼鎖啦 鬼鎖 其實好像也蠻常玩這個 狂暴力刃在接鬼鎖這一套出裝 然後後續就是以命中效果的裝備為主 比如說像海藥 那或者是殞弱之類的也是有看過 呃收Q有人出過 看一下正面的位置 波比是先被翻了回來 納電這個出勾再次沒勾到 反正是中路天黑市 控到了這個紅Q 我正面的話 豬女的大絕是直接甩了出來 控制到的是對面的Doki 但波比一個大爆一槌 直接將對面的卡通力給敲走 那這張團好像就到這裡點到為止 你現在就看 現在以這幾波的交換下來就看得出來 其實以開團的行為上 PSG PSG其實沒有那麼好接的 就是如果他目標選勒布朗 只要被勒布朗拉開 波比在正面的位置 利用他的大軍技能 把其他人給頂住 那他們是很有機會就是 小打小鬧然後互相拉開 他們的技能其實是很容易命中的 但另一邊 跟Alex有大絕的情況下 對就是 你敲走一個人 你就沒辦法繼續打 對就是PHA其實想開是 有辦法開到 但要打到底其實有點難 很困難 對對對 不管是波比或者是藍寶大絕 就有蠻多的限制他們 後排輸出的技能或者方式 就是 波龍的話是已經重生了 而小龍還有兩分鐘 所以NAT也是稍微 看一下視野之後 就準備要往下半區去做移動 我覺得PHA要考慮要去 做上半區的視野 然後看能不能夠利用 波龍稍微先比一下團 就不然這樣的話就會 繼續讓對方用 分推運運的方式 就分推運運 拖到第四條的時間 那他們就會推出的狀況是 在小龍重生完之後 他們的三條線可能都不好處理 就變成他們必須要主動開 那主動開相對來說 就比較有機會讓方 呈現一個可能TP到後包夾的這種情況 尤其是剛剛你也有提到 這是一個地龍的地形 所以在左邊來講 有一個藍寶大絕 就很好限制對面雙C的發揮 對 這個畫面我們前面已經有看到過 藍寶大其實沒有灑得很好 但他只要把這個路給堵起來 那你後續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做操作的 那目前遊戲時間來到21分鐘 小龍的話還有1分鐘 所以看一下PSGA 有沒有打算利用這一波的推線 去把下入的視野稍微踩乾淨 還是說他們有機會去巴龍換小龍嗎 欸 你說哪一邊想要巴龍換這樣 PSGA 對 這也是我前面提出 他們必須要稍微去用巴龍 稍微逼迫一下對方要 不能一直去分推做實驗 因為如果他分推的話相對來說 他的視野比較容易帶的比較深 就你可能有機會可能 欸 不過他們都換藍眼跟少爺 那就不會 那就還好 就你只是在處理分推上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會需要利用物件 想法逼迫對方來打團 那你就有辦法先把人逼過完之後 你再後續去處理兵線賺一個時間差 是 因為也可以看到現在是 PSGA把五人擺到的下入去對這個紅Q 但可以看到是完全沒有辦法對的 而且紅Q也出了破船戰斧 他的目標很明顯 只有塔 所以如果 如果不主動這樣的話 那就是繼續跟對方這種用分推拖時間的方式 只是我覺得以這樣的選擇來說 等一下小龍的位置 他們就會必須要面臨不得不開的壓力 就是小龍一出身 可能就必須要選擇直接開 而且這裡奈文又被逮到 欸 但紅Q的位置其實是被包夾的喔 有沒有機會 先靠自己的閃現 最後一個Q技能沒問題 能夠先收掉這個單殺之後 而後續的話看一下紅Q有沒有辦法 再利用自己的位移走掉 這個大棒一槌 紅牛直接閃現Q四個 是把對面的凱莎給敲走 但Shutdown的話是已經讓豬女給拿到 不過後續的話Dogi 可是Dogi輸出位置很好 而且韋哲大巨也同時間灑了下來 那在拿到一個探考牛排以後 看起來是可以回過頭 去把自己的第一條小龍給拿到 那這樣要硬拚嗎 三打四的情況 PHA這裡 對 有閃有重擊 豬女有沒有機會去偷到一個小龍 那看一下凱莎位置 先被強強衝擊給隔開 後續的話自己開 是把這個N1給帶回來 但很可惜Dogi也是有閃現 之前拿掉了卡上帝的人頭以後 齊齊還在努力的做輸出 但正面的隊友是已經倒光了 沒有什麼辦法 你畢竟是一個少人的情況 這也是前面提到就是你 如果繼續就是你等到小 你就你沒有用巴龍嘗試去 逼迫對方的人靠過來 那你一直面對分隊的情況下 你就比較有機會被對方有找到這種單抓的空間 這一波的話我們先看的是 紅Q 看起來是主動想做一個包夾 因為可以看到TNS 在他們前面已經踩完中線完之後 是選擇繞過來野區的位置 但真的沒有辦法 還是裝備上的差距 而且勒布朗有點太靈活了 就是你沒有辦法把控制技能銜接好 你就是被他操作 哇他扭了 他扭了三個招了 即便後來中了牛靈 但因為好像有出破船的關係 體質比較好 加上波比是把凱撒給敲走 所以拖了很多的時間 才把這個勒布朗給殺掉 那你剩下的你沒有技能 你就沒有辦法去限制潔力的輸出了 那回過頭來 小龍拿到手的NAT 目前在龍的壓力之下 就沒有那麼大了 反正是在這個時間 還有四分鐘可以去做運用 那這裡至少 NAT的劇本就非常的好 就是我分推優勢 那對方也沒有去做這種地盤 那我就可以無論的都把邊線給處理完 然後 有阻擋掉對方的龍魂 喔這裡邊線一直點一直點 喔紅Q 這個電子就練到 卡商電話是選擇回頭的 很可惜沒有辦法 又是一次的單殺 喔這個如果是AP的 勒布朗應該殺不掉 應該殺 但他普攻 普攻普攻 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喔 最強的永遠都是普攻 那拿到了這個單殺之後 NAT順勢開啟了巴龍 這也是一定要開的 因為你有一個無打式的機會 紅Q這裡看 要回補完之後 要不要直接交TP 或者選擇繼續做分推 都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感覺是PSGA 現在必須要做決定喔 呃 大絕的藍寶 也是先灑了下來 看一下這個大棒一槌 先把牛給敲走以後 正面的位置 還有辦法做開戰嗎 雖然把波幣給翻回來 但這個傷害看起來 不太夠啊 正面大絕 冰河龍老也是灑出去 但正面的話 凱莎其實是進不了場的 反正是Dogi 不斷是在輸出 大絕的話其實也還沒有出手 就直接開點 而另一邊的紅Q也是進場 先收留到對面的成員之後 Z卡雖然也敢到 不過看一下Dogi的位置 有一點危險 被開場收掉了 反正是紅Q有沒有機會 可以先拿掉第一個人 反正是打成一個亂戰 對 但這樣剩下的殘局 就會是勒布朗的天下 當然勒布朗的話看起來 有沒有機會跟這個Z卡 做一個拼搏 大絕的話還在 但看一下效果是 沒有辦法做一個Q3回去 很可惜拿下一個Triple kill 勒布朗 哇 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我覺得必須要稱讚MTT的處理 就是他們在巴龍大概打到就是 6-7千斜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停手 然後刻意讓一個人 在巴龍坑裡面吸引這個巴龍的仇恨 來判斷 然後把 應該說進去找人 來看一下對方人員分配的位置 發現4個人都在 那就繼續讓勒布朗繼續分推 然後他就繼續拖正面的時間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在巴龍運氣上的處理 真的是處理得非常的好 就是我先拉著仇恨 然後我先進去check你的位置 然後 等到確定正面試打試 你要打了 對你想打了 那我拉掉 我TP馬上就亮了 然後我讓勒布朗再TP過來 那我就還是有一個無打式的時間 然後這裡 即便想留 但等到勒布朗來正面戰場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 剩下的殘局 就已經不是 呃PHG這裡 PHGA這裡能夠抗衡 反而是 就比較可惜的可能還是Dogi這裡 他其實可以繼續保持他數的位置 對 因為凱撒已經不敢進場了 他大絕已經交過了 他反而是滑進去又一次被三個人夾擊 嗯 這裡打的稍微有點 這裡打的稍微有點急 可能是 結理吧 剛剛看了一下他好像後面已經沒有大絕 所以應該是前面的時候就空打了 看一下鏡頭回來 上路的話這次反而是翻到兩個 但後面有一個繞後的TP 但傷害夠嗎 韋哲 這個韋哲下來的同時 大絕也是很好限出對方的雙C 反而是星在前面 一人獨佔 但沒有隊友的幫忙 最終也只能倒下 這TMS也走不掉 這是一個 雙殺 但正面的話 我們有沒有機會 靠著自己的 藥水是勉強 活了下來 那這裡NAT 簡單一點就是 直接回頭來做這個巴龍就可以了 PHA有點急了 他們其實是想要打團 但他們打團的話 很需要卡昌蒂在正面 因為卡昌蒂應該是 呃 少數能夠在團戰裡面 限制勒布朗的角色 對 他們一直很想去抓勒布朗 但真的抓不到 我覺得這個也是陣容上的問題 就是前面BP的時候 我們也談到 就是他們有可能在 中期沒有辦法處理 分推勒布朗的這個 隱憂仔 那你前面又沒打好 那你也確實讓勒布朗 進入他最喜歡的分推節奏 你就必須要承擔你在 BP上 呃 所交換到的東西 是 那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這波又是一次 想要來抓這個紅Q 但大絕 一個預判的大絕 但空了 然後再回頭再扭一招 雖然說這個翻是有翻到兩個人 但凱撒的位置已經被 對我覺得關鍵是凱撒被敲走 因為前面唯一一次有 應該說前面有一次殺到勒布朗 是有配合到凱撒的進場 才有足夠多的傷害 然後回頭拿下巴龍完之後 第五條的小龍P覺得是主動開啟 當然看得到的是上路 熱棒一樣持續的在做分推壓力很大 雖然說這個龍魂是有拿到 但塔莉亞的話是先在前方被賣掉了 後續你有沒有辦法做撤退 那這樣怎麼辦 以色拉的話是先把對面的人給留住 而韋哲的話也是選擇直接燙了上來 看起來是可以走掉 不過後續的話也是有很多閃線跟上 其節話還在做輸出 Doki也是選擇直接閃線過牆 沒問題能夠拿下這個人頭 而且同時間門牙一座已經爆了 已經被紅Q這裡給推掉了 心又是想往前去做一個突進 哇但這個紅Q真的太滑溜了 這裡第二個門牙也掉 裸露的主堡 他想要藝人直接點掉 我們準備要攻擊的是NAT 在遊戲時間28分鐘 以23比12的人頭差距 擊倒PSGA 有記取上一次系列賽第一場